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程出炉 赖清德是否参战有前提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她方姐 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的金元场区 在今天举行了移基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致辞的时候 感谢了台积电每个人 尤其是创办人张忠谋 他还透露了第一次参选参议员的时候 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 还是竞选团队的议员 他说我欠这家公司太多了 而也从这场移基典礼 我们可以看出来台积电的影响力 因为这一张照片 就是近百兆的市值企业同台欢庆 我们看到最中间的 就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总裁魏哲嘉 还有董事长刘德英 台积电的市值大约是4000亿美元 那么现场还有超微的执行长苏兹峰 市值是1133亿美金 那么旁边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市值是3983.9亿美元 那么这更不用说了 Apple执行长库克 它的市值有2.27兆美元 只是当中国媒体痛批台积电 被美国掠夺 变成美基电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细看台积电 美国新厂的产能规模 或是技术规格 实质的经济利益并不高 所以拜登支持台积电赴美设厂 它背后的政治意涵 可能比实际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而事实上在台积电之后 包括英特尔 三星和美光等等 都会跟着在美国设立新的晶圆厂 而美国如此大力推动本土制 制造晶片的同时 跟中国之间的科技战 又会走往什么方向呢 至于中国 现在看起来经济发展 排在防疫之后了 外传中国最快 今天就会宣布 10项放宽管控的新措施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回家过年呢 各地政策不一 也就乱象丛生 现在关心今天最重要的焦点 台积电今天举行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 晶圆厂的遗迹典礼 由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席 开心的宣布 晶片的未来要在美国制造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 苹果执行长库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 还有美光 辉达等等的半桃体高层 都参加了 而台积电就宣布 接下来计划加码 美国新厂投资 达到四百亿美元 美国厂在二零二六年 就可以量产三奈米晶片 而董事长刘德英 今天也在典礼上声称 估计未来营收 可以达到一百亿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与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 两人手一握 象征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 正式上机 拜登在应有美国制造的巨大旗帜前 一连开心讲了好几次 三奈米 因为台积电六号正式加码宣布 除了目前新建中的第一期工程 要在二零二四年量产 四奈米技术 接下来第二期工程 将导入三奈米制成 预计二零二六年量产 量产完购后 可年产超过六十万片晶圆 每年创造百亿美元营收 终端产品市场价值 更是超过四百亿美元 在一季典礼前 刘德英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就先一路带领拜登 视察新厂区 台积电说 两场能为当地带来超过 三万个营建工作机会 还有一万个高薪科技工作机会 典礼除了拜登以外 包括台积电创办人 张周蒙夫妇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都有联媒出席 另外像是超外执行长苏兹峰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美光执行长梅罗特拉 还有苹果执行长库克等产业巨头 也都齐聚一堂 白宫一项报告指出 目前美国半导体产量 仅占全球12% 远低于20年前的37% 台积电这回盖厂正好呼应 拜登一直喊出的美国制造政策 外界分析随着各国半导体大厂 纷纷相继宣布在美国设厂 这回又多了台积电助阵 似乎也为拜登酝酿竞选连任 再添意大利多 你是文杰 张志尚的报道 刚刚提到台积电宣布 美国厂的投资金额 要加码到400亿美元 但是遭到知名半导体分析师质疑 成本提高的原因出在哪呢 另外包含了美国厂 可能会拖累毛利率表现 进而影响现金鼓励的发放 甚至原本美国规划的 520亿美元晶片法案补助 也还没有到位 所以未来台积电 可能还要面临不少考验 台积电一击典礼才风光落幕 但建厂案随即引来质疑声浪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 抛出六大疑点 第一个点名的是这回台积电 从台湾搬去大量折旧过的设备 但四百亿美元投资成本 几乎跟盖新厂没差别 建厂成本拉高 原因出在哪 其次美国厂低毛利的先进制程 比例也高于预期 可能拖累台积电原先定下的毛利率 百分之五十三目标 美国厂规划2024年量产五奈米跟台湾厂差距四年两个世代 但三奈米美国厂二零二六年到位 与台湾差距拉近到三年一个世代 未来一二奈米制程可能再缩小差距 去台化一律也跟着升温 加上原先讲好的五百二十亿美元 晶片法案补助迟迟没到位 就怕让建厂计划整天变数 专家点名人才管理将是台积电面临最大课题 加上台美同步扩大投资 未来想加发现金鼓励 陆行之笑说恐怕只能寄望股神巴菲特多多加持 近新闻 许少年谢宏睿采访报道 不过当全球目光都放在台积电的美国新厂之际 其实台积电在台湾的大本营竹科 也正如火如荼进行一下计划 那就是要打造台湾的贝尔实验室 这一座从二零二零年开始动工的新建研发中心 正在做最后的整备 预估农历年正式启用 那么届时将会有八千名工程师 跟科学家会在这儿一起开发半导体的最新技术 不过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它到底会不会掏空台湾的人才 让台积电变成美积电 亲自参加了一季典礼的国发会主委公明星 以及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都明确地表示不可能 而被问到同样议题的经济部长王美花 更准备手板对外解释台湾先进制成的进度 理先全国再次强调台湾还是台积电跟半导体 最重要的供应链 台积电对技术保护也是做到没有问题的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热闹举行移基典礼 远在台湾立员备选的经济部长王美花 早早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在台湾 三奈米已经在试量产了 手板清楚整理台湾先进制成进度 领先各国三奈米已经在台湾试产 而奈米厂房整地当中 另外更先进的一奈米制成 政府正积极推动龙潭三期规划 据传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在台新厂 就选在靠近一奈米的桃园龟山 新北领口等地 王美花再次强调 去台化是不可能的事 更别说台积电保护专利功夫一流 对台积电来讲 know how专利是他最重要的保护 所以台积电对营业秘密的保护 是他在全球 我想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个厂不管是一个厂或两个厂 在台积电的产能比例上来讲的话 恐怕连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百分之三都不到 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去台化的问题 国防会主委龚明欣以法人董事代表身份 赴美出席台积电遺机典礼 他也郑重喊话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日前到交大演讲时 谈到台积电赴美会不会掏空台湾半导体 他跟直言门都没有 再看看一季典礼场面 台积电合作伙伴市值五百八十六亿美元的美光 以及客户超为回答苹果科技大咖都来了 加上台积电本身现场企业市值破百兆 苹果最新M2处理器超为桌机伺服器 挥达多数晶片几乎都有台积电代工 不管是从合作关心上 还是场面再在显示台积电半导体系的地位不同反向 继续有关张彭志华猜访报道 只是即便魏哲家自己亲自澄清 说门都没有 包括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华等人都跳出来说明白 但是呢还是无法消除网路上的疑虑 所以我们要连线给程大电机系教授李中宪 请教李老师 您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怎么样看待这些去台化言论的影响呢 半导体产业要去台化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先讲一件事情好了 说即使美国经元厂的这些东西做好了 这些经元基本上恐怕还是要坐飞机 到台湾来做后段的封装测试 因为学习电源跟很多客户 基本上他们都只信任 现在技术最先进的日益月光 来做他们这个夺起产品的封装测试 那有些人说那个经元这样坐飞机 它还会不会很贵 其实这个对这些经元制造的成本来讲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光只是台积电 这是整个台湾的产业链的事情 然后现在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过去 然后这个也是显现说 台积电还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在世界领先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光荣的事情 然后现在居然被打成说 这是要去台化 然后基本上是这个美国 基本上就是只看重台湾这个事情而已 所有人通通都要在半导体产业 这些东西都搬到美国 我觉得是相当不合理 好本来可以应该是蛮骄傲 蛮光柔的事情被说成要去台化 那您觉得这些言论它可以归纳出什么样的脉络 或是特征是不是有对岸的推波助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知作战呢 半导体产业实在是太专业了 然后这些技术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 那中国一直强调说要併吞台湾 然后一直要武力威胁台湾 美国没有啊 美国没有的话 基本上那用这样子的方式 他就塑造说美国其实不是因为你这个自由民族人权的这些核心价值来支持你台湾 而是因为说哎哟你有这个台积电这种半导体 然后这种利益的东西 那他来骗你 那他来骗你 然后你如果通通都把它骗去美国的话 基本上那这个 你的台湾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这种论述其实是跟中国 然后想要併吞台湾是有蛮直接的连结的 就是说哎呀中国是流氓 美国是骗子啊 那现在流氓要打你 你先给流氓好了啦 骗子的话最后也是把你骗走啊 所以两边都不可信赖啊 然后让大家没有信心 那现在因为台积电去那边 然后美国的总统啊重要人士 然后这个绝对是今天产业最重要的新闻 全世界 然后现在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啊 让这个原来是这个台湾在世界上 顶天立地独当一面的这种产业 然后是台湾人民的这个自尊心跟自信心 我们花了三四十年 然后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个东西啊 结果呢 他像给你说啊这个 用负面的这些方式来攻击你啊 那基本上呢就会产生呢 这个对我们自己对台湾这个 这块土地上的信心呢 然后也有助于中国来併吞台湾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去说服一位 相信台积电弃台论者 不要再相信这样子的论述的话 老师您会怎么样举例反驳呢 他都自己说门都没有啊 那你觉得说 那个魏泽家是在骗你吗 或是魏泽家他把台积电当成一个玩笑吗 他在台积电待了那么久 这是他毕生的心血 然后他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基本上台积电到了一个世界顶端高峰的这个阶段 他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这个企业 那他为什么他会说 这个要把他搬过去是门都没有 他不是讲的说很含糊 他是用门都没有这四个字 然后来说明 然后他自己也认为台积电不可能离开台湾 为什么他说基本上这个半导体的产业 是要有一个坚实的生态系跟产业链 然后不是只有孤零零的晶圆厂 你若是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晶圆厂 你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你没有道理说 你到美国去设孤零零的晶圆厂 晶圆然后做好要再飞回台湾 这样子的东西呢 是他主要的运作模式 这不可能啊 你如果是一个简单的技术 次要的技术 被淘汰的技术 容易被模仿的技术 这搬家就很容易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全世界顶尖的公司 顶尖的企业 然后这些困难的这些东西 是不容易被搬走的 那像可口可乐一样 可口可乐也是在全世界都有厂 全世界都在制造 然后有人会说 他是逃到哪里去吗 或是被卖到哪里去吗 没有啊 他就是一个美国公司 谢谢老师的举例说明 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 就是美中的关系了 美国法院撤销了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银行欺诈等等的罪名指控 外界解读 这是在对中国释出善意 或者是美中关系 已经有回稳的迹象了吗 但是同一时间 美国又大力推动本土制造晶片 所以未来三年 美国将要新建九个晶圆厂 是全球最多的 那在晶片争夺上如此的顺步不让 所以外界才会担心 一旦台积电先进制成 引王美国会不会去台湾 历经四年缠送 美国法院在当地时间二号 正式撤销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银行欺诈等罪名指控 未来也不能重新提起诉讼 这样的判决被外界解读 是美中科技战停火了吗 实际情况是 翻过了这座山 却还有下一个坎 中国有民众异想天开 假装孕妇 实际上肚子里装的 却是CPU和手机企图偷渡 反映的是中国晶片黑市猖獗 美国除了以晶片法案围堵中国 以免力推本土制造晶片 包括英特尔 三星和美光等 都将设立新的晶圆厂 以台积电来说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晶圆厂区 六号举行遗迹典礼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出席 不难看出他要把供应链 拉回本土的企图心 这也让外界担忧 台积电会变成美机电吗 那美国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非常强势地在主导 整个为了美国的 自己的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跟中国之间的 技术的竞争 所以势必政治的力量 一定会来主导整个经济的走势 这个半导体跟IC的制造 都在短期里面 虽然没有办法期待 但是长期如果被整个转移的话 那么对台湾来讲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危险 根据工研院国际所研究显示 未来三年全球晶圆厂 将出现四十一座新厂 其中美国新增九个新厂 排名第一 中国新增八个厂第二 换句话说 美国晶片法案通过后的三年内 全球设立最多晶圆厂的国家 将会是美国 半导体产业的重心 也将从台湾 韩国和东亚地区 开始向东移转 美国使出洪荒之力 扶植自家产业 恐怕也让半导体产业 全面洗牌 由于在技术层面上 目前在美国跟台湾 还是维持N-1的一个关系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积电还是积极地在台湾 进行这个两奈米 目前未来生产的一些计划的部件 以及在一奈米 生产基地的一个寻觅 就未来在整个先进制程的 一个生产重镇 还是都会放在台湾 除了护国神山 会不会持续护国 人才外流也是外界关注焦点 毕竟台积电准备到 亚利桑那州设厂时 从全球招募员工 但是招募来的新员工 不少人到台湾训练一段时间后 就被对手高薪挖角 让台积电成了员工训练所 台积电可能也要offer两倍以本土的这个价格 把这个吸引这个优秀的人才过去 那人才一旦整个都移过去的话 那这个就可能是造成我们整个未来的技术 一个突破的一个破口 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未来因为台积电它在美国的这方面的投资金额相对是比较扩大的 那么所以未来在折旧的一个成本压力上也会逐步的一个浮现 那届时对于像获利方面的一些这个水准上 可能的话也会带来有一点压缩的一个这个压力 那同时呢在美国设厂当然面临当地的 包括了基础的一个建设 还有在租税跟环保 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力方面短缺的一些问题 换句话说台积电的晶元供应链 要想完整转移到美国 从成本人力到基础建设等问题 都还急需美国政府伸出援手 美台在晶片上的合作 至于晶片争夺战能走多远 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进行为宣传女少博参谎导 所以马上就联系给德州州立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 请教老师这样一路看下来 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说明 拜登的这个半导体战略的布局到底是什么呢 短期之内拜登总统为什么要透过晶片法案 来补上所谓的美国晶片短缺的问题呢 是因为美国晶片一直以来 很过去这几十年来都是用代工 让美国其实本土制造的晶片 是非常少的 所以美国透过晶片法案 本来就是希望把产能先一部分的拉回来 可是这是短期 长期来说 拜登想要做的 或者是美国整体的晶片策略要做的是 让美国的制程技术上面 也能够超越亚洲的国家 尤其当然是台积电跟三星 现在在制程上面是落后的 可是未来美国的长期计划 从智库的报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透过了台积电三星等等这些公司到美国设厂 不论是未来的技术交流 或者是因为台积电跟三星在美国设厂 导致美国的科研人才得到一些激发或者是刺激 让美国的制程的技术或者其他的半导体的技术 也能够逐步的追上 这个是长期的目标 所以整体来说 不论是现在的对经济上面的刺激 或是长期的晶片战略上的安排 台积电赴美设厂被美国重视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同样我们从台湾的角度 台湾不得不重视台积电赴美之后 后续的一些配套跟措施 也是台湾要积极去思考 怎么样来应应的 和美中关系从拜集会之后 看起来好像是休战了 那实际上又是如何呢 因为光从科技战来看 拜登政府就祭出了晶片四方联盟 还有这个极为尖苛的晶片法案 以及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 先进的半导体软硬体技术等等措施 其实这每一个步骤 都是拉紧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 您怎么解读这个当中的政治遗憾呢 对民主党来说 因为民主党他向来的政策议题上面 国防事务或者是军事实力 并不是民主党的优势项目 也就是对美国选民而言 看到民主党不会想到穷兵独物 所以对于拜登政府 其实一直在我们仔细看 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 其实他强调的斗而不破 所谓的斗不能是在军事实力上斗 虽然我们看到可能军备竞赛 也有增加军事的武器 或者是把台湾变成碉堡刺猬 这些都有谈到 可是真正民主党认为 他们的优势项目 会是在科技战贸易战 所以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怎么样透过科技战来制约中国 才会事实上是民主党抗中的一张最重要的筹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晶片法案 我们会看到拜登政府的事实上 寄出了各种所谓的实体清单也好 或者是对于中国科技产业的相关的禁运也罢 事实上都是针对科技产业 不会是在军事上 拜登政府 拜登的民主党政府 没有打算真的要跟中国开战 可是在科技战上面 尽可能的去做一个围堵的动作 主打科技战 主打晶片战 可以减少军费上面的损失 也可以避免战争 可是又可以真的让中国感觉到压力很大 所以拜登在晶片法案 或者是跟台湾的台积电的合作 或者是跟三星的这些投资的这些鼓励 事实上他都是在做一个晶片 晶片战上面的一个压制 还是跟抗中是有关的 毕竟2024的大选 恐怕民主共和两党 在抗中议题上面 双方都不会有 都不会有这个退让 只不过一个政党大概强调的 共和党大概会强调 国防事务上面的抗中 民主党会把重点 放在他们比较可能 说服民众的科技战 或者是外交战上 稍后回到台湾的选情 国民党台北市立委 补选参选人王洪威 他的议会的办公室 接到了恐吓电话 台北市长当选人 蒋万安强调 未来上任之后 一定会将这件案子追究到底 稍后带您关心 国民党台北市立委 补选参选人王洪威 在议会的办公室 昨天下午三点多 接到了恐吓电话 对方一打来就呛吓 说如果再操弄黑道议题的话 有可能会开枪 而助理立刻把对话录音 所以当天晚上 王洪威就亲自到信义分局报案 希望警方能够尽速 厘清对方的身份 同时为了团队安全 也已经申请随护了 这位他的对手 吴一农同样的呼吁警方 然后希望能够提升 王伴周遭的安全 台北市长当选人 蒋万安则是强调 这件案子未来上任之后 他会追究到底 感谢大家这四个月 这半年多来的辛苦与努力 大臣议员王洪威 和民主热情寒暄 北市立委补选站 立平守住本命区 蒋万安陪王洪威 参加中山区见面会 票一定要开得比 王还要漂亮好不好 这是我对大家最深切的肯托 蒋万安用力催票 当上市长后 扫黑力道可能也要花心思 因为在王洪威 重炮打黑之后 竟然接到不明人事 恐吓电话 助理当下冷静应对 但对方威胁 再弄黑道就开枪 王洪威就怕事情不单纯 当晚跑完行程 就赶去信义分局报案 拜托警方能够尽速的 能够找到是什么人做的 然后幕后有没有人主使 我们不但不能退让 反而要更强势 更铁碗来对抗 回来我上任之后 也一定追究到底 新一分局表示 目前正在调阅通联记录 历清嫌疑人身份 王洪威忧心团队人身安全 即到第一次请了随护 即日署长黄明昭 也承诺会加强保护人身安全 但前民进党立委 细心迷不以为然 说只要反查号码 就能知道是谁来电 很酸都是自己人 为什么要报案 暗指整件事情 都是自导自演 可能你知道有些人是 他们始终不了解 就是如果你受到 黑道的威胁的时候 你会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像这样的政治口水 那么我们就故意领会 那我们也拜托警方能够尽全力的来侦判 来侦查 来调查 那也拜托警方们能够强化 跟提升王毅元竞选办公室附近的安全维护 立委不选在即突如其来的恐吓电话 引发各界关注 地新闻 李嘉健 方伯峰 黄友新 彭乙周才能报道 而吴一农为了要全力冲刺选情 今天一早也到市场去扫街 同时前往了前一天 王洪威到访的文昌公参拜 只是王洪威到中山区拜票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身为选区议员的 叶灵船陪同 反而是他自己悄悄地去 叶灵船的服务处拜会了 被外界解读 这是要刻意避开黑道的争议 所以吴一农就借机喊话 当议题炒作告一段落了 就要国民党应该要跟进 民进党团的选霸法修正案 一滩接着一滩逛 吴一农到双联市场扫街 疫苗化身 人行立牌 吴一农到站 重次台北市立委补选 吴一农固守中山区 还要到前一天 王洪威才来过的文昌公参拜 官安委员当时他在竞选委员的时候 他的第一站就是文昌公 所以当时团队就是第一个想到就说 那我们从文昌公开始 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行程跟我们的节奏来走 希望接下来几个礼拜有机会 把我们的海报也放在我们文昌公 主张干净选举的吴一农 这回不挂砍板 不插旗 鼓励民众自行列印张贴 反IP式教唆破坏市容 千万请不要乱贴 不要随便贴在公共场域 只是看看吴一农的竞选海报 不止致敬共产党支付切割瓦拉惹议 还有人说这款海报 怎么和当年欧巴马的海报很相似 虽说有话题是好事 但台湾议题研究中新数据指出 吴一农与黑道有关的声量 约占其总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反观王鸿威 落跑相关声量 仅占总声量不到两成 狂打无疑浓汉黑道挂钩的国民党 如今被反咬出夜灵船 也难怪前一天王鸿威首度到中山区参拜 没看到夜灵船陪同 反而是由王鸿威私下败会 我会寻求我们所有地方 民进党在立法院有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选拔法凶正案 那我也希望国民党的朋友们也一起来跟进 民进党吹起反攻号角 不让对手阵营掌控议题主导权 进绣号新媒体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八年的任期即将结束了 日前他跟下一任市长蒋万安 讨论交接事宜 不过却被台北市议员尤淑慧批评 说柯市府团有一堆漏而不谈 避重就轻的问题 还点出了他们漏掉了五点重要的事项 不过柯文哲怒呛说 他又不在交接团队 但是柯文哲交接的不只是市政 还包括了人事上也有很多的传承跟交接 所以柯文哲说优秀的人留任都是有可能的 首都即将换主人 这天柯奖会面谈交接 镜头前两人礼尚往来 但事后工党议员游淑慧抓漏 包含社宅举债超过六百五十亿 悠悠卡市占率萎缩等五大案都不在清单中 挨轰交接不确实 譬如说东区一门户到底有没有缺便 二零三八年的亚运 近一千亿的计划 你到底是喊真喊假 为什么这些都没有列位市政交接的清单 不要利用这个时间 还不甘愿的给下一任市长参小学 他又不是在交接团队里面 我是对交接团队负责 又不是对游司会负责 否认交接避重就轻 不过蒋市府人事也陆续就位 传出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将接任副市长 资深议员陈永德也可能接掌民政局 被点名留任的包含和李四川共事过的公务局长和都发局长 另外涉子岛幕后推手的现任地政局长也入列 蒋湾也有意整并部分局处 组织微调柯文哲不反对 但蒋湾竞选初期喊出的成立青年事务局 他倒是不以为然 蒋市府的市政破话才刚慢慢成行 外界就急着找柯文哲点评反馈 新新闻黄轩林玉成采访报道 而这个小内阁的问题 大家也在讨论 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当选人高宏安的小内阁布局 还没有公布就引发争议了 因为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当选人卓冠庭 昨天在政论节目爆料 柯文哲点名几个台北市政府的人 要求带进新竹市府工作 但是高宏安拒绝全盘接收 所以双方还爆发了口角 不过柯文哲出面驳斥 还气得放话要喊告 但是卓冠庭也反呛了 说柯文哲表面很生气 但其实反而印证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气到忍不住标出口喊告 台北市长柯文哲火气这么大 全是因为前一天卓冠庭爆料 柯文哲曾找上新科新竹市长高宏安 要求把他清点的台北市政府人马 安插进竹市府内 遭到对方一口回绝 因而爆发激烈口角 柯文哲和卓冠庭隔空护杠 道是当事人高宏安持续神隐 透过办公室痛批 卓冠庭无中生有编故事 只是惹出争议的 还有柯文哲上周出访 日本冲神也被四叉猫点名 明明是搭连航 却耍特权 凹航空公司派专用接驳车 还附上对话截图佐证 从塞自己人入阁到搭机耍特权 现任前的一桩桩争议让柯文哲一个头两个大 今天红细很大 今天红细很大 民进党昨天中常会 今天中常会通过了党主席补选日程 确定在明年一月十五号要办理投票 十八号公布党主席的当选名单 但是各派系台面下暗潮汹涌 即便新系英系都力挺赖清德清征 但是郑国会立委呈欧迫却持反对的意见 他认为如果由赖清德接任 就会产生在宪政设计上 全责不服的状况 希望不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他同派系的议员也认为 郑国会少主林嘉龙 也是党回不错的人选 我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 破釜沉舟为九合一败选康泽 蔡英文卸下党魁后 民进党主席补选时辰 终于有新进展 投票就定在一月十五号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速的来产生 我们这个党主席的一个人选 那继续带领民进党进行各项的一个改革 七号下午民进党中常会 遗失嘉义举行 会中通过十二月十二号到十六号 办理党主席补选登记 二十一号召开中职会 审查候选人资格 隔天进行抽签 电视证件发表会 则在十二月二十三号到隔年的 一月十三号择日举办 一月十五号办理党员投票 十八号正式公告党主席当选名单 至于人选方面 各派系早就严正以待 新系立委邱志伟 前一天也公开表态支持赖清德 大赞赖清德是一位好舵手 绝对是此刻最佳人选 但党内政国会也出现这样的声音 如果是总统 坚任之后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有失社会的失望 哪有副总统来接任 我认为这个在宪政设计上 前者不服 希望能够尽快协调人选 是否清真党主席 确诊隔离中的赖清德 还在思考中 传出如赖清德最终决定不选 同属新系的屏隆县长潘梦安 也是可能选项 政国会少主林佳龙 同样劝劲声不断 民进党主席补选登记前 各派系已进制动 台面下似乎暗潮汹涌 同样的状况 在国民党也有事情发生了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昨天出席卢州感恩茶会 他的卢州竞选总部主委 在陈鸿昌台上致辞的时候 突然立拱侯友宜选总统 但侯友宜还是冷处理 回应好好做事情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邮英龙说 侯友宜这次九合一 大赢了对手将近46万票 所以千万不能小看 而且还比喻了侯友宜 是比哥吉拉还要凶的大金刚 不过侯友宜听了之后笑着说 自己只是人类不是金刚 我们赞成侯友宜 竞选下一任总统的请记住 侯友宜参加卢州感恩茶会 由联系主委陈鸿昌台上 讲着讲着兴致来了 当着200位乡亲的面 帮侯友宜做起总统名调 你回头看啊 市长请你回头看 回头看 你们全部都以举手啊 这时台上的陈鸿昌 喉咙都快喊破 侯友宜宛如一尊大佛 不管你喊几次 就是不回头 身旁这一回眸 就被大做文章 只好众人皆嗨 我独醒 事后继续打太极 还是搬出六字真言 冷处理 但这样的侯友宜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盈龙说千万别小看 这次选举还放对手46万票 先前曾比喻 柯温哲就像哥吉拉 侯友宜可是更凶悍的大金刚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是人类 我不是大金刚 侯友宜四两拨千斤 但过去总是刻意与党保持距离 最近突然不再老穿白色 开始穿起蓝色外套 中民社文章分析 可能是怕不够蓝 成为2024参选绊脚石 所以开始想融入蓝军 我里面有好几件 还有穿过白色的 也穿过选色的 也穿过蓝色的 有话讲衣服 大家就是随性穿 最主要是保暖的功能把它做好 我们国民党的人才积极 不管是猴 是猪 或有其他人选 国民党在2024 不会缺席 总统初选 没尘埃落定的一天 侯友宜的每一个动作 都备受关注 进行为李嘉倩方伯峰采访报导 德国的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 在柏林首度举办的台湾会议上重申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也表示德国将会更明确地反驳中国的主张 稍后带您关心 大家好 我是曹玉婷医师 六个月至五岁的小朋友 可借由接种疫苗获得更好的保护力 完成疫苗接种后 请在接种场所休息15到30分钟 确认身体没有不舒服 再返家 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扫描 台湾V-Watch QR Code 协助家长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提醒就医 并了解接种后常见不适 请家长于接种后持续留意 幼儿接种后常见的副作用 包含躁动 哭闹 嗜睡 发烧 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 像是呼吸困难等 疑似利己性严重过敏反应 活力持续不佳 或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请洗手 戴口罩 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公布了 任内第七度的对台军售 项目是F16战机 C13栋运输机等等飞行器的零附件 而我国的总统府外交部跟国防部 也都为此公开致谢 不过一些极战力的军构 像是刺针飞弹 托式飞弹 或者是空军的精准弹药 都被延迟交货了 这也让国民党立委在质询台上 猛攻国防部长邱国正 还吵出了火气 我受伤势不高 然后第二个我要请教你呢 李贵敏 邱国正 寻达对杠 五三不成立 但部长要委员 粗暴的言论大可不必 台海紧张的原因 不是讲因为军事 造成紧张因为前面有原因 不管是政治 经济 或你外交 是吗 所以你的回应是说 你要跟孙处长讲说 不是我没有避战的规划 是我的避战的规划 没有办法避免台海之间的 紧张的为事 是这样子吗 国人叫我跟孙处长去讲吗 没有 我是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部长如果你的智商只有这样 我真的也很累 维持和平 武力不能少 两人争执着刀货线 请美国对台军售 今年一再延迟 因为物恶战争 刺针 托式标枪 三款人稀式飞弹 天购得排队 挂载在F16V的远距遥工 精准弹药 交货也顺言 反倒是零附件 美方高调交货 拜登总统任内第七度 对台军售 外交部感谢美方 持续落实安全承诺 总统府也回应 将更坚定捍卫主权 展现自我防卫决心跟能力 总价4.28亿美元 给的是F16 P3C C13栋等等 机种的航财林附件 不是曾成型的爱国者飞弹 也不是军机或舰艇 那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们之前 在川普政府时期 也有相当多的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售 你要把它全部的兑现 要花的这个备用 其实相当的高 美方对台军售约束 能靠了国防授权法 3000亿台币无偿军援松绑吗 他一旦要支用的 或我们需要的 这一定会经过步骤协调的 他没有什么 可以或不可以 我这个球打出来以后 最后是空的 不会这样做 一个政策理定 这样的话的话 那就很 那我再请问一下 如果 打仗的确不是只靠 飞机或大炮 但是买来的 到底是不是国军需要的 依然不是台湾 说了算 德国外交部官员 在柏林首度举办的台湾会议 今天议程进入第二天了 德国的外交部亚太斯副司长 在会议中重申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也表示 德国将会更明确的 反驳中国的主张 他还批评了 中国在多边组织跟国际法 企图扭曲和台湾相关的规范 例如用对台湾的主权 来解释联合国大会 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他表示这条决议 其实只处理了中国 在联大代表权的问题 跟其他的根本都没有关系 德国外交部官员 在柏林首次举办台湾会议 德国外交部亚太斯副司长 图迈尔在会议上 发表演说时表示 由于中国对台文攻武嚇 导致近年来两岸关系变差 缺乏对话 目前台海情势紧张 令人遗憾 图迈尔力挺台湾海峡的 国际水域地位 去年底德国举行大选选后新政府 在未来四年的执政方针当中 首次提到台湾 明文指出台海现状 唯有在和平以及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改变 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图迈尔强调 德国是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 与台湾发展关系 但台湾不只是经济和文化的伙伴 也是民主价值的伙伴 期盼民间的交流能扩大 对于中国日前 在国际多边组织以及国际法 试图扭曲与台湾相关的规范 例如选择性解释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宣称对台湾的主权 图迈尔也严正批评 今年十月德国国会创下记录 先后派出两个团出访台湾 最近德国外交部亚太斯司长 和经济部次长也低调访台 反映德国与台湾的关系 变得更加热络 新冠疫情三年了 但是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如今有一名吹哨者 透过自己出版的新书 声称揭露了武汉的真相 稍后待会关心 中文文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抵达沙烏地阿拉伯 展开了围棋三天的访问 习近平此行预计将和沙国领袖 商榷石油供应的来源 还有中期在沙国的投资协议 以及区域安全的议题 除此之外 还将要参与由沙国主办的第一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而此时也正值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处于低点 所以中国是不是要借着这个时机 挖走美国在中东的墙角 引发关切 为了破解西方围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从7号开始在沙烏地阿拉伯 展开围棋三天的访问 除了将在沙国进行国事访问 还将出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领袖峰会 还有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要努力实现金融合作 高薪技术合作 两翼齐飞 这是习近平时隔六年首次出访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 此行除了将确保中国的石油供应之外 也预计将和沙国领袖讨论区域安全议题 两国领导人还会探讨 让中企更深入参与沙国 耗资约新台币15.3兆元的超大型 新未来智慧现行城市计划 至于首届中阿峰会的召开 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近年来 经贸关系迅速升温的结晶 目前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去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三千多亿美元 比上一年成长三分之一以上 而今年前三季中阿贸易额 更已达到去年全年水准 中阿峰会预计也将让 二十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 一带一路合作关系更上一层楼 这一切都被美国看在眼里 美国重返亚洲之际 也流行在中东防堵中国趁虚而入 然而沙国与主要盟邦美国的关系 正因记者哈少吉遇害 和能源供应等议题 陷入近年来的冰点 习近平此次出访沙国 是不是在中东挖墙角 美中沙的角力战突朔米离 中国防疫眼看要大松绑了 今天公布新的优化 落实防疫失调措施 所以感觉中国人 准备要迎来一个新生活了 不过同时金融时报 却引述专家警告 说中国断然的取消清零 冬季一旦爆发了感染潮 死亡人数恐怕要破百万 还不玩的对 做不玩的核酸 但现在中国人终于要迎来 奔放自由的新生活了吗 除养老院 福利院 医疗机构 脱幼机构 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当局宣称为优化弱势防疫 免核酸检测 免阴性证明 中国人终于有望 跟健康码说拜拜 北京先前大内宣说 Omicron治病性大减 为清零转向铺好的梗 现在开始回收 声称现在要精准入食防疫性 失调 无症状与轻型感染者 可居隔或集中隔离 并调降居隔者 以及密切接触者 解除隔离条件 生活和工作的话 确实是变得更方便了 因为现在 他写字楼的话 是不看核酸了 然后现在放开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大趋势 北京同时要高风险 区块封快解 吴天梅病例就解封 禁毒社区门党就医通道 禁止药局限制退烧药购买量 并加速提升涨者疫苗接种率 党说解封就解封 但清零政策 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重伤害 中国十一月出口 年减8.7% 禁出口萎缩 更是超乎预期 其中出口比去年 同期衰退8.7% 是2020年2月以来的 最糟糕表现 中国解封拼禁记 只是根据金融时报报导 有专家警告中国 在身为达成群体免疫目标前 断然取消清零 可能会爆发冬季感染潮 届时死亡人数 恐怕将破百万人 今天新闻综合报导 为什么说这样是断然取消 因为综合各项分析 中国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比例 还是比较低的 那接下来又是春运返乡 所以有不少的挑战要遭遇 我们马上连线给台湾智库副执行长 董思琪老师 请问老师您认为 现在中国这一波放宽的防疫措施 是在打假球吗 或者是中国当局因为白纸革命 等等的关系 现在要放弃动态清零了呢 11月的时候做了一次20条的修正之后 近期又推出10条的修正 那可见的说 它在这个政策松绑上面 是会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但是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这并不是防疫的失败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在重新强调了 这个是针对所谓的科学的防疫 也就是说在防疫的政策上面 用更加的科学化 把过去有一些可能没有依照 这个所谓的科学准则的防疫的方式 做更激动的调整 而且同时正朝向的这个 因风进风 然后这个因解进解 速风速解这样的方向 那所以来确定 这个还是要重新来定调 这个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防疫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定下是成功的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现在对于这一些比较扰民 不便民的这些防疫的工作 要把它做一些政策上面的松绑 那当然同样的 中国在朝向这样的方向的同时 还是有它的所谓的危机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 即便现在有所谓的科学的防疫 精准的防疫 但是中国本身抵抗 这个疫情的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底子 也就是说它的疫苗的这个疗效 其实这个疫苗的这个功效 其实在世界的这个基准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抵抗力并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在这个越来越松绑的过程中 势必也会遇到的疫情 这个逐渐上升的这个状况 那遇到这个疫情上升的状况之下 那即便是有条件的去放松 但是可限制的区域 或者是说管制的这个方式 可能也就会跟过去 不会差掉多少 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人 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而受到限制 而这个时候呢 中国会不会再更进一步的 这个解封 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 不过中国这一连串的解封讯息 对基本市场来说 最大的好奇就是能不能够 也让中国经济的前景摆脱阴霾 毕竟它是全球独走的清零政策 所以外界都会看淡 它的明年的经济发展 那像IMF也表示了 这个可能会下调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所以继续请教老师 您认为中国的经济 有可能反弹吗 而反弹的力道又如何 而中国国内现在还有房地产 跟失业率等等问题 接下来可能还会面临 哪些新的挑战呢 经济成长了 那不外乎三个部分 也就是说是否有消费 是否有投资 是否有贸易顺差 可是从这三点来看的话 目前好像对中国 都不是那么的有利 那特别是在过去的 这一段过程之中 现在很多人在评估 接下来中国的经济成长 率都往下修正 那同时也看衰 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性 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说 中国的内部的消费市场 现在因为在长期的 所谓的清零的 风控状况之下 就业的出现了问题 那同时有很多的产业 还没有来得及复苏 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消费是无法重振的 那另外一点的话 在投资上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美中的竞争之下的话 事实上外资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美中的竞争的大解体 还有包括疫情之下 已经有许多的产业链 以及选择离开中国 所以外资的投资的部分 也没有那么样的心胜 那贸易逆差的部分 更是受限到美中的贸易战 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 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围堵和防堵 现在也看起来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所以对外的贸易逆差上面 如果说跟其他国家的市场的连接性 减弱的状况之下 也不正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许多人都是看衰中国未来的经济的成长的幅度 台积电今天举行了 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的一期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席 开心的宣布 晶片的未来要在美国制造了 而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还有美光 辉达等半导体业的高层都有参加 台积电也宣布 接下来计划加码美国新厂投资达到四百亿美元 美国厂二零二六年可量产三奈米晶片 董事长刘德英今天也在典礼上声称 估计未来营收可以一年达到一百亿美元 台积电这个新厂代表美国 想要把晶片的生产移回美国 虽然这是外资对美国最大的投资案 但如果去细看台积电新厂的厂能规模 或者是技术规格 其实实质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很高的 所以专家就分析了 美国总统拜登会如此看重台积电赴美设厂 背后的政治意涵 可能比实际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从手机电动车到军事武器 晶片越小价值越高 美国对台积电狂招手的原因 专家口径一致 分散风险固然重要 只不过细看台积电亚利桑纳新厂的投产规模 还有技术规格 台积电预计2026年年产60万金元 每个月5万片 只占目前台积电全球产能的5% 而且到了那时候台积电的生产规模肯定会更大 美国新厂的占比将会更低 苹果等美国企业想要下单美国在地制的晶片 恐怕美国厂的产能也不够 还是得向外国订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生产的技术规格远远不及台湾 产能不高技术也不是最新 美国却不止狂招手 新厂的上机仪式还大咖齐聚 政治意涵恐怕比经济的意义更具象征性 从晶片产业链瞄准中国寻求台湾日本韩国合组晶片联盟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晶片战抗中美国制造就成为经济牌的关键字 也难怪尽管台积电新厂不是最新也不是最大 美国总统拜登还是排空行程 到场演讲让美国晶片战的序曲 可以进到下一个章节 谢谢我冯盛凯的一位报道 回到台湾选情焦点 九合一大选延长赛决战加议事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特地移施加议事举行 显示出全党挺一人的决心 九合一大选延长赛决战加议事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也特地移施到加议事举行 显示出全党挺一人的决心 而蓝营这边则是找来前主席江启臣 帮忙造势 这名民进党候选人李俊英 再度邀约黄敏慧电视辩论 但是黄敏慧冷回应的说 平常努力比较重要 李俊英 懂算 李俊英 懂算 高举手板大声呼口号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 带领所有中常委现身加议事 力听李俊英 最后的时间我也要特别拜托所有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委员 包括柯总召在这里 大家能够全力投入辅选 号召动员全党之力力拼辅选 这也是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后的首战 强调党内已经积极检讨外 更要嘉义市民庭民进党争一口气 除了绿营展现大团结的气势外 蓝英也不甘示弱 晚间黄敏慧也找前主席江启成来造势 双方大咖接连拼场 也让这场选举增添不少火药味 选前到底要不要辩论 双方直求对决 两方阵营还是没有交集 但大选延长赛要在嘉义市 分胜负也让选战热度越炒越高 近新闻综合报道 民进党姑娘立委高嘉瑜 多次炮打自家人 也为他二零二四立委连任之路 埋下了隐忧 自家同志直言 明年一定会有人跟高嘉瑜 来竞争立委初选 而且不只有内部的压力 同党议员梁文杰 甚至还po文去鼓励激进党的 无心带参选港湖区的立委 再加上这次北市第一高票 当选港湖议员的李燕秀以及长久以来 深耕港湖区的黄珊珊 都被认为有望转战立委 也成为了高嘉瑜的潜在劲敌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其实什么事情都不用想太多 尽管微笑也藏不住尴尬 民进党姑娘高嘉瑜 现在就该担心 二零二四的立委选举 因为自家人似乎已出现杂音 议员梁文杰 脸书转发激进党候选人 无心带贴文 大赞他太帅了 思路清晰文笔又好 明年在港湖选立委吧 话一出不少人满头问号 纷纷问那高嘉瑜怎么办 大绿跟小绿之间的 建合的关系是有时候 是互相合作 有时候又互相竞争 所以我们不能去排斥任何人 去选哪一区的立委 就连立院同党同事也没力挺 毕竟高嘉瑜逆风言论 光是最近就不少 从一师无命到恩师陈明通的下台说 反骨女孩高嘉瑜 为自己种下不少怨言 他在2024年 会有一个最大的隐忧 一定有人跟他出险 照这样子看来的话 我认为一定有人跟他出险 来自党内的压力自然没有少 但党外更是危机四伏 除了黄珊珊有望陈浅后转战立委 国民党的李彦秀 这回强势回归 以北市最高票 当选港湖区议员 对比高嘉瑜 2018年还多了3000票 无疑是成了高嘉瑜 连任2024的最大眼中钉 在现阶段最好的问证品质 跟组建最好的服务团队 是我当务之急 所以其实现阶段没有想太多 讲话的分寸是他自己要去学习 很多生力茉莉的人 对他维持加倍 同志预告党内厮杀就要上演 高嘉瑜再怎么敢讲真话 也料不到自己会被内忧外患 双面假杀 近期新闻李亭 郭彦亭采采访报道 美国乔治亚州当地时间六号 举行了参议员绝选 由民主党现任参议员华诺克 对决美国前总统川普背书的 前美式足球明星沃克 两个人竞争很激烈 一度票数互有领先 不过最后民主党的华诺克 以三万多票的些微差距险胜 而华诺克的胜选 也让民主党在参议院抢下 五十一席 胜过了共和党的四十九席 稍后我们又来关心 莫德纳布局亚洲 继九月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全球资深副总裁 十二月围起两周的亚洲型 首站就选择来台湾了 近新闻有独家粘防 稍后带你关心 国产的新冠肺炎疫苗高端 虽然在国内已经暂停施打了 而联雅则是因为申请EUA没有过关 不过两家疫苗厂 都没有放弃海外的临床试验 继续再争取国际认同 像是高端在泰国做的三期试验 结果出炉 免疫反应跟安全性 都比AZ好 而联雅的临床三期试验 也顺利达标了 专家分析国产疫苗 除了继续争取国际认证之外 也应该要尽早投入 次世代疫苗的研发 而莫德纳布局亚洲 继九月份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全球资深副总裁Patrick 在十二月展开了 围起两周的亚洲型 第一站就选择来到台湾 显示对台湾市场的重视 而他的全球唯一一场电视专访 就选择了近新闻 他说这次来台湾 跟许多重要的科学家 跟商界人士会面 看到了台湾的科学创新 和医疗品质 也让他更确信 选择台湾合作是正确的决定 走进近新闻办公室 穿西装打领带的是 莫德纳全球资深副总裁Patrick 一旁陪通的是莫德纳 台湾区总经理李宜珍 莫德纳布局亚洲 唯一电视专访就在近新闻 Patrick为其两周的亚洲行 首站就来台湾 显示对台湾市场重视 更宣布将与八家医学中心合作 进行mRNA类流感疫苗试验 台湾是亚洲唯一参与国家 预计最快明年三月数据出炉 是否在台社场没有正面回应 但莫德纳看中台湾可能也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幕后推手来自台湾有关系 莫德纳子公司莫德纳基因总经理兼科学长黄毅群来自台湾 十四岁移民美国 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决定将mRNA技术从制药转投入研发疫苗 让莫德纳取得巨大成功 即莫德纳全球副总抵台后 黄毅群紧接着将反台合体前中文院院长翁启慧 会在陈大演讲 这也是他在台湾首度公开演讲 分享对防疫做出的巨大贡献 近期新闻早到 不過在台积电工作是很辛苦的 在台积电工作了十二年的前工程师卢继凡 选择离开了这份人人称賢的工作 热爱音乐的他决定在竹科开启乐器行 在口碑相传之下也成了竹科人释放压力的地方 稍后带您关心 在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里头工作 为了拼出粮绿赶出产量 昼夜部分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虽然相对高报酬 但是也有很多人难以承受 在台积电工作了十二年的前工程师卢继凡 他就是一路从基层当到了主管 但是却在四年前选择离开了这一份人人称賢的工作 但是热爱音乐的他没有离开新竹 他决定在竹科开启乐器行 不但卖乐器也提供场地让同好恋团 那或许是因为有过去相同的背景 他的乐器行在口耳相传之下 也就成了竹科人释放压力的好地方 这就是心态的不同 再次 才明白 什么 对 才明白 对 才明白 你不再承诺 坐在录音间指导学员歌唱技巧 这跟过去在科技大厂的生活截然不同 卢继凡曾经在台积电担任工程师 工作十二年一路从基层当到了主管 台积电的主管就是越大 做越大压力就越大 对 那个真的是这样 对 因为管理本来就都是这样的 我们底下管的是这一群人 然后你在管理这一群人的时候 你对的是你的上面 你要交代的是你的上面 对 所以那个这样子一层一层压下来 本来就那种压力就很大 这十二年来 他见证了台积电 成为护国神山的过程 但日以继业的工作 无形的压力 让他几乎没有串习的空间 因为是责任制的关系 对 因为其实责任制真的就是一个 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 很大的起因 对 那因为你等于是说 上级交付给你的工作 你就只要 他们不会去管理下班时间或怎么样 可是呢 虽然这样讲 但是你东西做不完 你明天根本就无法交代 这种主要是这种问题 所以一定都会 等于是说下班之后 还是很常会需要 花很多额外的时间 先把事情都给处理好才敢走 在高压的环境下 音乐成了他的输压管道 卢继凡从幼稚园开始接触钢琴 这一路走来 不管生活有多忙碌 这是他唯一没有放弃的兴趣 因为我真正喜欢的其实是音乐 对 那当然其实 我觉得我这一生中最喜欢的两件事 一个第一名就是音乐 然后第二名其实就是 我在台积电里面做的事情 就是写程式这件事 对 因为其实我非常热爱写程式 我很享受这件事 对 可是大家都知道 当你真正 因为你做你喜欢的事 然后你进入工作 尤其是这种需要 比较自私化管理的制度的公司的时候 你原本好玩的事情 就变得不那么好玩了 因为凌驾在这些东西之上的 还有更多 虽然台积电的光环 让外人出现 但如济凡深知 这不是他要的生活 因为其实我在台积电里面 虽然我都很尽本分的工作 然后也是都尽量 在里面的角色都扮演得很好 可是其实我这十二年来 我的心里真的没有一天是快乐的 对 其实真的可以讲到这么严重 对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热爱自由 很喜欢跟大家交朋友 然后开开心心过每一天的人 可是在那种需要 冰冷管理制度的环境里面 我会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对 对 然后这种不快乐 再加上我音乐这种 这个苗本来就一直在我心中 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我要怎么样 才有可能让音乐成为 我又可以养活我自己 然后又整天就是跟他相处的这个东西 创业的念头逐渐在心里发酵 反复思考后终于下定决心 我虽然不知道竹可有这么多人在玩音乐 但是至少我肯定的是 在新竹 竹北这一带 就是都是 就跟我一样的身份的人很多 大家都是从外地来 然后来新竹 来竹北三班 然后年纪其实也都差不多 然后会在这里落地生根 然后会在这里生小孩 所以这里有一大片的 正在成长的人 那学音乐的阶段 就都刚好是这个阶段 然后你其他梁子不要动 你把五名子拿起来就好了 对 然后来中子的隔壁 在第三弦的第二隔 音乐教室成立初期 生意并不如想象 收入锐减即便如此 卢继凡也不曾有过 走回头路的念头 很沮丧的时候 我都会直接反问我一句话 我自己 反问我自己 或是有时候会跟我老婆 在开玩笑讲说 还是要回去台积电上班吗 然后只要我问了 我自己这个问题 我都会马上 斩钉截铁答案就是不要 对 所以然后就是 好 那就是继续做 对 所以我是用这件事情 来形容说 对 就是真的是没有所谓后悔 一 来 一 到转 马上倒转 那就换你了 创业这四年来虽然撑得辛苦 但卢继凡感慨地说 能参与到孩子的成长 一切都值得了 可是最值得安慰的就是 我们都在一起 回归到如果我还在台积电上班 或还有加上我老婆也还在台积电上班 一定不可能这样 一定就是更少时间 对 所以这样在家庭跟小朋友 和老婆相处的时间上已经赢了 这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赢过在台积电上班 或许因为不是商人出身 卢继凡对上门的学员多了几分热情 真诚地分享音乐 这样的好口碑在园区逐渐传开 这里也成了工程师们下班后书压的好去处 这时卢继凡才发现 原来竹科有这么多热爱音乐的人 毕竟我是在这个生活圈里面 那也会遇到很多工程师 那当然就跟他们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工程师都会有一些 专业术语 那些常在公司里面讲的话 有时候大家只要是工程师聊天 就都很容易脱口 那种感觉其实很好玩 日系摇滚乐团现充宅 这个由台积电工程师 所组成的团队成军五年 大家对于音乐 都有股无法抹灭的热情 就算工作再累 都会想办法抽出时间练团 就会觉得 我感觉觉得人生就是 还是要有一些平衡 我其实这地方 我自己觉得 我应该自己做得还不错 这就是工作的时候 就会认真工作 那下班就会想换一个心情 那练团的话是觉得 是真的这个转换心情之外 你又可以有很多 就是练团的时间 我觉得有时候比上台还要有趣 就是练团可以放松很多 就是说你整个可以投入在这个地方 心情就会随它起伏什么之类 就是觉得是真的有抒压的效果 我觉得下班把它当抒压这样子 因为参加乐团 就实际上 它虽然又要有很多的练习时间 但它真的是让你的身心 都获得一个平衡的 一个最佳的方式 对 它虽然是累的 但是其实实际上 你是在补你的HP 跟补你的NP 它会让你工作之余 你还有办法接触到其他事情 然后跟你的朋友们 一起对一件事情奋斗努力 进到职场后开始会有一些跟就学时期不一样的一些压力成分在 然后你有不一样的事情需要应付 应付他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导致一些比较 比较严重的颠险的发作 然后才开始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味 然后去进一步的去医院做检查 然后才发现脑部用左脑的后方 有一个六公分左右的肿瘤 还好检查出来是良性肿瘤 这也让他开始注意调整工作状态 在台积电工作的压力 一直都是这些工程师得要面对的课题 这个有 因为我最近也有几个朋友 有那个比较像是神经失调的概念 他有的时候 比如说骑个机车 然后会忽然紧张压力 到他没有办法继续骑下去 他可能就叫救护车 然后送到医院 那个可能当然跟压力有关 然后跟他目前面对的一些事物 或是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荷尔蒙 或什么那个分泌 内神经分泌有关系 但是的确最近也是开始听到 身边有这样的行为的朋友的情况 那也是因为可能年纪也差不多到了一个 对 刚出社会二十几岁 觉得身体怎样都好 完全熬夜都不会怎样 还可以去夜仓 然后现在就 好 朝九晚五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早点睡觉 然后早点起床 早点去工作 对啊 我会觉得台积电文整个思维 去套用在对人身上的话 其实会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也不可否认是说 这样子会让每个人的就是 潜能可以发挥到最高 但是这就是所谓的高压性环境 这是主唱丹丹丹对过去这些年来自己的省思 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虽然相对高报酬 但他也不知不觉的成为自己所描述的台积人 因此他在今年初做了个勇敢的决定 这个公司用薪水把所有人绑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人当成一个物品般的去对待 他希望你早上八点 非常准时的过来 然后做交接 然后在六点的时候准时的交接出去 那这个样子的 对待员工的方式 其实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资产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成本 那在里面每一个工作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在追求自己的身心的成长 或是质押成长 因为他们每天都被迫要去做类似的事情 然后所以我会称之为这个是消耗 而不是工作 因为工作应该要让你成长 而不是一个你用时间换钱的地方 因为如果工作只是用时间换钱的话 说真的你的人生剩下什么 你要想一下 不同视角的台积电或许会颠覆你我 对护国神山的想法 但这群人的努力 同时也造就了台积电 在世界上的高度 不管他们做出了什么选择 是离开神山另聘新路 还是留在山里继续埋命 这群人在工作上的认真付出 都值得大家的掌声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